今天帶來哪一首歌 《夢中的情話》 一起來欣賞《夢中的情話》 一起來欣賞《夢中的情話》 或是情也是嫁 雲冠風好沿揚的嘴 雲魚雲鎮青桌 夢中天戀的月 雖然酒過過月 讓我雲暖在心底 真想要來用心告白 《夢中的情話》 或是情也是嫁 雖然夢中兄弟 愛你永遠不會懷悔 夢中中涼的月 三明海水真久月 夢裡金魚在心底 我會用心愛告白 感謝你對我這麼討厭 讓我有中心思法的機會 愛你永遠不會懷悔 祖咱的嘴咪也七月 就不甘心愛念心底 一條來上愛過天月 有雖然風也白一切 讓這天的心酸鐵花 讓我們有一百 愛上愛上愛的記憶 愛上愛的記憶 想對我這麼討厭 對我這麼討厭 我有中心思法的記憶 愛上愛的思憶也七月 愛上愛的思憶也七月 我和人真愛念千佩佩 想要來上愛過天月 念想要來上愛的思憑也七月 岳小陽幾世 能成天月 和人起來 來上愛的思憶也七月 愛上愛的事 愛下愛的思憶也七月 你愛上愛的思憶 Doch來不 bunker 愛上愛的思憶也七月 愛上愛的思憶是七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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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浪幾點鐘了 哇 很討厭 哇 很討厭 原本沒有這麼大耶 很討厭 原本沒有 媽媽在看 媽媽在看 媽媽哭出來了 媽媽不要哭了 來跟岳母問好一下 來 波母你好 來 我不錯 媽媽說OK啦 沒錯 佩莉是沒有談過戀愛 一直跟媽媽都一起生活 對啊 他很害羞 第一個抱他是他爸爸 接下來就你的男生了 你是他第二個男人了 對 你要負責任了 我跟你講 不過真的唱得不錯 真的很投入啊 對不對 來,我們看看評審怎麼講 羅文聰老師,請 好 恭喜 好,我覺得今天這一組 也很特別的一個畫面 我覺得說比如說像艾成 他其實對於男語並不是很擅長 但看得出來你非常的盡力在唱 但這首歌本身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 男的聲音 這個Key來講 對女來講有點高 對男的來講有點低 好,所以這首歌其實不好唱 除非那個男生是走男低音的話 可能會呈現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但艾成已經很努力的在表現他的低音 音準上面我覺得沒有太大的閃失 到最後當然 最傻眼的就是你們的擁抱 這個 對,這個殺就是會決定到我的分數要怎麼打 當然我是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了 好,所以我給的分數是 大家開心的分數 加油 謝謝 來 趙永華老師,請 好 艾成,其實我必須要跟你說 我以前沒有認真聽過你唱歌 印象裡面就是 剛好每次看完就覺得你很卡通 然後很活潑 然後很愛搞笑 可是我今天發現了 我認真聽你唱歌 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深情的人 而且你是一個 心中充滿愛也需要被愛的人 我很認真的聽到 我從今天開始我看到不一樣的你 因為我有發現你認真唱情歌的那個時候 展現的眼神跟魅力 我非常喜歡 那我覺得 他也幫助了我們佩莉 其實我們今天三個女生 應該跟這三個男生一起配 都有覺得說 原來你們都是很害羞的女生 真的在台上他就是要演 然後 雖然你強迫被擁抱 但也配合得不錯 媽媽也快要把賽藥練出來 而且我剛剛頭一次 我剛剛分數已經拿出去了 後來有一個 秋黎老師很生氣說 欸,他們爆了,他們爆要加分 頭一次覺得 給分數要有壓力 但也真的看到你們兩個 很認真在台上表現 我覺得滿好 不過我覺得艾成唱這個歌 我聽到很認真之外 很像是一個香港人在唱台語歌 不知道他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那個腔調 就是 然後可是就 聽得出那個腔調是很可愛 很特別的 我覺得很喜歡這一次特別的演出 你們兩個很棒 謝謝老師 好 兩組請到前面來 來 這一組剛剛表現得不錯 孫牌 來,您覺得有幾分呢 我覺得應該 我自己心裡面 其實應該是打9.6分的 9.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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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就慘了 太慘了 不過孫牌記以後望 剛剛那個潘佩麗爆的時候 好像兩隻手都... 僵硬 緊張啦 對 對不對,你抱沒有什麼 坐手不及啊,我不知道 被抱的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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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也現出主 這樣 不錯 對 來,評審請給分 好,我們看第三組可以得到幾分 8.8.1,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1 91.5分 老師的平均分數18.5分 好 這次爆就真的爆了 不錯啦 三組表現差距都是1分而已 對 8.9 90,91.5 恭喜你 來,頒發三千塊獎金 恭喜 謝謝 這是屬於你們兩個的 有什麼感謝的話嗎 很開心啊,今天 是 這個表演就要像你這種精神 你是個藝人 就是要投入在整個戲劇 對 整個歌曲 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藝人 對 其他兩組表現也都非常好 夏振鋒跟道遠 你們跟蔡新芳 跟我們真如意都相當不錯 還不錯 對,你看 這種是觀眾朋友的福氣的 對不對 對 來,接下來要進行的是我們 百萬關主經典主曲秀